我可以 接受问题了 好 问台湾 那美国在台湾这方面的法律 是不是还是保持 一些迷惑呢 一些不稳定呢 我当然知道 总统最近说过了 我们保持了 一个战略迷惑的一个姿势 不过呢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就像你听总统今天所说 听见总统在日本所说 拜登当时说了这句话 我重复一下 他说我们对于台湾的一个姿势 并没有改变 我们现在还想支持台湾海峡周围 是和平的 那我们支持 还是支持一点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像总统今天所说的 那总统他所说的就是 我们的姿势没有改变 他再次说了 我们支持一个中国的法案 而且我们要支持台湾 周围这个和平 当然了 我们在美国台湾关系之下 我们要给台湾提供一些武器 国防的一个武器 这个没有改变 那拜登总统说的是 美国会保护台湾 那我想问的就是 关于美国有没有可能 把士兵送入到台湾呢 我觉得台湾的人 他们应该放心说 我们会在 美国台湾关系法案之下来支持台湾的 那我们同时也是说支持一个中国的法案 另外呢 我们有其他一些文案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明确的一个问题 你几天之前 你发了一条推 你说北京 他说错了 美国在一个中国这方面的一个姿势 那总统也是提过了一个中国 你可不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下 美国还支持中国对于一个中国的想法呢 那中华人民共和党 他一直以来都想说错我们的姿势 我们的法案 在他们自己的发布会上 特别是高级共产党领导官员所说的一句话 他们都这样做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那英文版 就是我们外交官员 就是做了一个发布会 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国防官员 Jake Sullivan 跟中国国防官员沟通 那他说了 那他说的是 北京它的一个中国概念 跟我们的一个中国法案 是不一样的 那中国当时说的就是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说要支持一个中国的概念 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所支持的是一个中国的法案 再次说一下 这个是要符合美国台湾关系的一个方案 那共产党他们所说的话 是要说错我们自己的一个姿势 我们一直以来的姿势 我们一直双党都支持的 就是中国 一个中国的政策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一个话题是非常敏感的 而且我们也是要小心 来说出自己的一个语言 而且我们希望让中国 共产党呢 说停止来说错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的区别是在概念 还有想法 概念还有法案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同意的是 一个中国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跟概念 是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从共产党听到的就是 在一个中国的概念之下 他们有一些规定 而且这个规定呢 跟我们的一个中国法案是不一样的 什么样的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好 我们现在 在这个讨论里面 我们需要跟大家说 我们所支持的就是 我们自己的一个中国法案 那这个法案我再次说一下 是中国台湾关系当中所弄出来的 这个法案弄出来的 好 那你们要不要把 要不要把你们的这个词汇改变一下 所以大家都会开心呢 好 我可以学习一下 好 那我了解 就是说在总统发言之后呢 你们所做的些什么 不过呢 他也就是回答了一个问题 其实他回答的是对 就是说呢 美国会不会把部队 用部队来参与 来保护台湾呢 然后总统说的是对 那因为总统说的是对 所以这个有没有代表 美国说 如果看见台湾被攻击的话 美国会把士兵派去 派去来保护台湾呢 总统没有宣布任何改变 没有说改变我们的法律 好 那你也是没有说 总统刚开始所说的一句话 我也不想让你 我也不想让你感觉尴尬 因为你进来的比较晚 不过我刚开始所说的 就是总统呢 刚开始接受问题的时候 他明确的说了这句话 就是说 我们对台湾这个姿势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要支持台湾的安全 还有和平 我们不要改变我们的行动 另外呢 另外他说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们说我们要支持一个中国的法案 我们像之前一模一样 我们要保证台湾 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 这个是美国台湾关系之下的一个 一个问题 一个法案 好 那我不了解你怎么把这两个话说在一起 那我想问一下 我觉得美国是不是应该需要做出一些反应呢 一些回应 是不是我们的盟友也需要说出相似的一些话呢 所以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俄罗斯还有中国 还有共产党呢 在5月24号做了一个共同的应该是军事演习 那我知道他们当时在中国应该是东海 还有相似的一个地区呢 做出了一些行动 那北京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跟俄罗斯做出这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这个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同时 那这个就代表 这个就代表俄罗斯还有中国呢 就像他们所描述的 在关系上没有任何限制 而且他们的关系是存在的 而且是非常出色的 那总统 他成功的去了日本跟我们的盟友见面 他同时呢 也是把四个国家收集起来 就是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印度 我有没有说印度 而且他讨论了一下 印度太平洋的经济战略 经济计划 那这个行动跟俄罗斯 还有中国的行动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就代表我们希望让 印度太平洋变得非常自由 非常打开的 这个是为什么总统去了日本 去了韩国 而且你也听见总统 还有高级官员说了这句话 就是说我们要长期保护我们的盟友 包括日本 还有应该是韩国 我们说过了 如果任何人想吓唬美国的盟友 美国的朋友 这个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团结 当然我们也会非常仔细的 非常紧密的跟日本 还有韩国 在国防这方面进行合作 再问一下中国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疆的一个信息 那这一个文案告诉我们 就是说他们完全 把任何维乌尔族的信息呢给封住 这个是习近平所指唤的 所以我想问 这个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回应 那我看见这个报道了 那当然 我们 因为这些照片 这些 这些共产党的 这些 应该是 不能说大本营 一个收留人的这个本营 我们感觉非常的悲伤 另外呢我们看见 共产党是完全 打压这些维乌尔族 还有穆斯林教的这些人 他们在新疆呢 做出这些行动 那这个只不过是 共产党在新疆所做残酷事件 其中之一 另外呢我们用卫星 照了一些照片 我们从一些被逃出来的 从这些本营 逃出来的人呢 得到了一些见证 另外呢我们看见 虽然这么多人 跟中国想做出 这方面的讨论 不过共产党 还是拒绝说 他们有做错任何事 那我们现在 还是非常担心 共产党他们失败了 阻止这些事件继续发生 而且他们并没有理会 国际这些人 所做出的这些 所关注的 我们知道 他们呢为这些 残酷的事件负责任 所以我们之前 请求过共产党 而且我们也现在 请求共产党说 马上把这些官职的人 给放出来 阻止所有的 上行 或者是 用行 或者其他这方面 逼着工作的这些行动 那你有没有把 维吾尔族这个事件 直接说给总统呢 我不想跟大家 更加仔细地说 不过 我可以跟大家说 像共产党的这个系统呢 我们觉得 我们比较困难的 能想到 他们做出 种族灭绝的行动 如果 我们觉得 如果中国做出 种族灭绝的行动 这个肯定会得到 习近平 应该是主席的认可 好 好 好